而另外第九届原住民族丹词竞赛花莲出赛 今天上午是在中华国小登场 而花莲县总共有来自39所的国中小学 293位的小朋友组成了43支的队伍 分成了国中组以及国小组 而学生在游戏竞赛桌队是沙掌狂激烈 而部分参赛的小朋友还穿在了竹服盛装出席 让会场点装的五彩缤纷 花莲县总共指出为了推动族与传承以及复制新的工作 主办原住民族丹词竞赛迈入第九届 县福积极推广族与文化传承以及语言的保存 今年花莲出赛选手实力明显增强 证明近年来族与学校风气日益普及 希望今天我们所有的小选手们不要紧张 全力以赴为自己为自己的族群 为故乡为部落争取很好的荣誉 在这边也祝福大家能够获得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成绩跟名次 但是不管成绩如何你们都是最棒的 经过一天紧凑以及流畅的竞赛之下 比赛成绩出如 各组名次分别是国小组第一名富士国小 第二名太平洋国小 第三名万荣国小 第四名北埔国小 国中组第一名光复国中 第二名封兵国中 第三名修林国中 第四名新城国中 奖金可分别获得2万元 1万元5千元 1万元5千元奖金以及奖状 全国决赛竟派国小前四名 以及国中组前三名队伍 即直接进入全国决赛兵委主义的奔兵国中一队 国小新的国小一队 以及国小组由明连国府 以及北埔国小跨校组成一队 共计十队 代表参加今年5月25号 26号也是首场在花林县中华国小举办的全国决赛 再为花林县争取佳击 记得节奏欢迎欢迎回到 期待 期待 期待